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就是有关未来7-10天的一个讯息 但是在我们解排之前我希望大家不会快转今天的前言 因为我有几个东西要宣布一下 第一个是年中的免费的个人占卜 10-15分钟的个人占卜 我已经抽出幸运的Avif们 总共有7位 其实啦 有两部影片呢 它就是very very close 快了 它大概就是你知道真的就是 都是49 差一个 就50个了 50人 所以呢 我那两个影片呢 就也还是抽出了 那个 就是给免费的 因为就差一个人好像不给有点不近人情 所以呢 本来应该是五个 那那两个加上那两部影片的话呢 总共就有7位 而且你看7个7的话就是感觉lucky number seven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抽出了7位 那么这7位的话我稍后会在网站 就是我们那个YouTube的那个community留言的地方呢 我会公布 以及我也会在那个Instagram上面公布哦 这样子的话 大家比较好去找 要不然的话 我要回去找那些留言 然后在每个人的留言下面 写那个 就幸运的那个写 写那个写 写说他中奖 这样 就有点麻烦 不好意思哦 我就那个 省时间的话 我就直接在那个message的地方 还有 Instagram的地方去公布哦 所以总共有7位 大家呢稍后可以去找一下是谁中奖咯 lucky lucky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年正式进入到2022年了 今天这部影片是2022年的第一部影片 OK 2022年6号年呢 就是一个金星守护的一个年份 那么金星的话我们知道嘛 他守护了天秤座金牛座 那金牛座代表什么呢 代表了资源 代表了钱财 而且是自己的钱财哦 也就是说财运的部分 还有资源的部分 你们可以可能蛮优渥丰富哦 那天秤座的话就是在掌管关系的部分 有没有公平 有没有正义 有没有平衡 所以呢 所有的关系 所有的关系 人际关系 爱情关系 合伙关系 都是天秤座主导的一个主题哦 所以呢 今年都是都是在讲这种人际关系 爱情 金星我们也知道掌管爱情 还有不是只是在讲爱别人 还有爱自己的部分哦 所以今年呢 就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年哦 所以记得去关怀旁边的人 然后呢 我们刚才说的天秤座嘛 所以你去关怀别人 别人也会关怀你哦 这是一个 Circle Circle of Life 好 那今天要有四组牌 一二三四四组牌 你们选出一个 你们最有感应的一个图片 或者是你喜欢的数字都可以哦 那时间走的话 我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这个留言区的地方 然后呢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 当然就是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的话 你可以先暂停影片 但我想想看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要宣布的 这个也不算是一个Announcement 只是过几天就是又要新月了 大家可以去新月许愿一下哦 那么最后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哦 那我们现在就从第一组牌开始 去来做简牌 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有什么样值得 就是looking forward 值得期待 或者是需要避免的一些地方 OK 好 一号牌组 我移下来一点 OK 一号牌组 你们选的是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是叫做Storms OK 但是呢 我觉得这张牌也没有什么不好哦 你看他手掌上面呢 有一个是女生吗 有一个女生好像坐在那边 然后上面有草哦 你想我就以LA当example啊 像加州的话 我们是靠海是没有错啦 但是其实加州的内地是沙漠 你看我们隔壁就是Nevada 就是沙漠区啊 所以其实加州是很干燥的一个地方 而且呢 常常在缺水 所以如果没有Storm 没有下雨 我们在就是Christmas 那一整个星期 几乎每天都在下雨 然后就觉得 哦好烦哦 而且我家还淹水 地下室啊 但是就讲说 可是你知道没有水的话 大家就是一整年就很惨 就要节约用水啊什么的 所以水还是必要的 然后呢 风暴有什么好处呢 我其实有时候非常喜欢风暴 因为赶快把车开出去 顺便洗一下车 所以呢 他这上面就写了一下 这个是cleansing 所以有这种暴风雨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洗滴哦 然后呢 可以清洁掉很多很多的东西 去去掉很多的东西 让很多东西就是 就是随着水呢 就远离你 然后清洗 可以看得更清楚 以及我们中国人也有讲说 遇水则发嘛 对吧 所以呢 水呢 可以带来很多 也可以带来很多很好的事情哦 所以我觉得 你们未来敲十天的主题呢 是要去洗滴很多事情 把很多东西 把它去掉 把它 让它付诸流水 让它离开你哦 然后呢 留下干净的东西 留下清澈的东西 然后呢 暴风雨 其实我觉得也是 你想 有的时候 像你看哦 上个礼拜就是天在 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 就反正在下雨嘛 然后呢 这礼拜天气超级好的 你没有这样子的对比 就不会appreciate 感谢感恩那种就是 哇 雨过天晴的那种美好嘛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未来七到十天哦 你可能会经历这样子的 一个洗涤的部分 可是之后就会迎接到 美好的这种 太阳 阳光普照的日子哦 OK 还有呢 很多的这些 你看像草啊 宇宙啊 其实都是需要水分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必然的一个自然过程 我说的是暴风雨的部分 所以其实这也是就是 没有人永远都是很顺的嘛 一定也会经过一些obstacles啊 什么的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可能会有一些 需要你去做一些客服的事情 但是这个都是可以 可以可以不是永久的 因为storm 其实你看 反而是雨下 小小一直下一下 毛毛雨可以下超久的 风暴通常就是来一下就走了 所以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暂时的东西 就是下个礼拜 可能会来一个大的 然后但是他很快 就来也快去也快这样 只是风暴之后 会有一些需要去做收拾的部分 所以可能你们会需要去收拾一些东西 收拾心情 整理很多一些 之后的一些残骸这样子 那么但是我觉得是好的 OK是好的 还有就是他是 必提供你滋润的部分 OK这是一个主题的部分 未来七到十天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工作运的部分呢 是这个 呀你看 保健物 财运的部分不错哦 是page of pentacles page of pentacles OK我们连顺便 爱情的这张也一起看 这个爱情的部分是king of wands 这个是 不是king of wands king of swords 两张保健牌 果然就是你知道storm 有一个风暴要来了 两张风向星座有没有 所以呢未来七到十天 真的是有很多东西会想得更透彻 更清晰哦 暴风雨之后你会看得更清楚 很多东西经过洗滴以后 变得非常的清澈无比哦 那工作运的部分呢 是保健物 通常保健物这张牌 虽然它看起来就是 哦天哪 好不得了了 但是这张五号的牌都代表改变 代表change 所以这个是正在很多很多的改变的时刻 经过这一个礼拜 这个未来七到十天以后呢 我觉得会有 就我们刚才讲的 会有好的事情发生 而且你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未来七到十天呢 会是有一个很多很多的重整的部分 包括你的爱情哦 财运还不错 其实 果然我们刚才不是讲了 遇水则发 财运真的会不错 未来七到十天 嗯好 我们继续讲 这个是那个工作运的部分 保健物的话呢 它还有在讲的 我个人发现保健物这张牌 是一张示弱的牌 它当然是讲这个是 哦是一个赢家啊 或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赢的人不见得真的是赢 然后输的人也不见得是输 所以有的时候你示弱啊 或者是你跟人家道歉啦 或者是你好像感觉 你是比较弱弱的样子 但是其实你知道是那种深藏不漏的感觉 呃最后的赢家还不知道是谁哦 你知道有点鹿死谁手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在工作运营上面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会有很多变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重整 很多的一些改变啊 一些不这样子的部分 那么呃我觉得你就随机应变 然后以及在必要的时候 不需要一定要去争一个输赢 争一个你死我活 呃懂得什么时候 投降 示弱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呃我觉得这张牌 我前不久 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前 就在听那个孙子兵法 然后呢 他们就在讲说 孙子兵法就是在教你怎么赢 No 孙子兵法是在教你怎么样子不要输哦 我觉得这个保健舞就有点类似这样的意思哦 就是怎么样子 不要输 OK 有的时候呢 可以觉得 诶这个 这个地方 可以是自己可以找一个台阶下 就赶快下了 OK 不用一定要争一个你死我活 所以在工作上面是这个样子的 有一些东西你尽量去做争取 所以不能 不要不战而败 这个也不OK 但是呢 但是你 你尽量去做 你可以做到的东西 诶发现真的好像到了你的极限 或者好像 比如说你去谈客户啊 这个客户真的很难搞 真的很机歪 或者真的就是很多无理的要求 或者是什么的话 那 也许这个人真的不太适合当你的客户 你想如果这个东西真的签下来了 他是不是会更机歪更讨人厌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情 不用一定要去 好像 一定要真到 这样子 所以 那当然只是一个 举例啦 那你们对应看看你们的状况 OK 这是跟工作有关的 财云 我们刚才说了财云真的不错 我们刚才也说了 遇水则发 我看到水的时候 就会觉得 嗯嗯嗯 遇水则发 好 Page of Pentacles 这张是这个 金币试者 金币试者是一个 刚开始的一个 的能量 而且只要是试者牌 都是有那种新的offer啦 新的路线啦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们想要去做投资的话 可以考虑一些新的方式 嗯但是喔 呃 这一张金币牌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一张牌 喔 它是不能 最图像的 图像牌 嗯 所以呢 你要非常非常实际的去考量很多很多的部分 嗯 所以不要有一些比较不切实际的想法 只要你脚踏实地 只要你 呃 肯去 呃 比如说 去投资你的时间精力 还有你的金钱 这张牌出现的话 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所以你要做投资的话 自己不是说 我丢给别人去帮我弄就好了 自己也要 至少要清楚 蛮多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这样子你才知道 如果你真的找什么理财的人 或者帮你投资的人 他在讲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不会就是一知半解 或者是就丢给他做 然后你根本自己不知道 是发生什么状况 或者甚至你 各个不同的投资 因为我每次讲的 都是我个人比较知道的 就是像房屋啦 或者是什么股票啦之类的 可是还有很多 不一样的投资标的物 前不久也有人在讲保险的部分 他也算是投资的一种啊 所以这种很多的这种 各个这种 这种投资的东西 就是你要清楚自己明了 OK 不要盲目的去 听从别人说什么 以后就跑进去 这张牌是非常 他这张牌是 这个金币试者 是一个非常 会去用功念书的那一种 他是一个scholar 学者 就是他如果他一旦要 要做一个投资 或者我们刚才讲的 不管做什么东西 他就会去认真的去学习 他应该要知道的很多的知识 而且就是那种永远的学生的那一种 所以呢 如果你们要做投资啊 或者是跟这种钱有关的 一定要 就是去学习 而且不要觉得 哦自己就懂了 永远都有新的知识会进来 还有呢 未来七五十天会不会破财呢 这张牌 No no 不会 OK 这张牌非常好 这张牌是处女座的牌 OK 所以呢 只要你很清楚 很很很 detail oriented 就是很细心 然后去看 看清很多东西 懂得分析啊 你就算不太知道 但你要分析 知道分析大的状况啊 大的这些东西 脑袋很清楚 我觉得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最后我们看爱情的 爱情运的部分 是这个宝剑国王 宝剑国王的话呢 在爱情里面 未来七到十天 出现宝剑 这张牌 只要宝剑 宝剑可以保护我们 但是宝剑也可以伤到我们自己 所以它是一个双面刃 你要大家小心一点 但是这个是国王 所以国王是非常有智慧的 所以呢 它会懂得用宝剑怎么样子去保护自己 以及保护他想要保护的人 所以爱情里面呢 我觉得你会非常知道 未来七到十天来 你懂得要怎么样子去保护自己 也会做非常有智慧的决定跟选择 去怎么样子做才会是最好的 非常懂得去分析很多的状况 很多的应该要做的这些事情 而且也不是像 比如说那个宝剑皇后的话 他会反而 这个有趣的事情 保护皇后会比较冷酷一点 因为你知道 他是还是 因为女皇的这个部分的话 他还是会比较阴性的能量 是有一些有水上的能量嘛 因为女皇牌都是有水上能量 所以他反而会有一点点 他的emotions有的时候 还是会get in the way 他的这种情感的部分 所以他会有的时候也许会比较意气用实一点 但是呢 国王这张牌是绝对不会的 OK 所以他非常的冷静分析很多的状况和状态 会最多做最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感情在未来七到十天的话呢 你觉得好像真的已经不行了 所以这一张国王的这张保健牌 也会做非常果断的一个决定 会把自己的情感抽离 然后去做最最对的一个决定 可能是要切割 还是要继续 那么所以单身的朋友呢 未来七到十天是什么呢 我觉得你会有一点点太过保护自己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对啦 就是非常 但你很有智慧啦 OK 你很有智慧 所以你是眼睛非常的利的 这个人是想要来 是真的喜欢我 还是想要来骗钱的 还是要干嘛的 还是只是想要来骗身体的 还是要干嘛 之类的 你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但是要小心就是有点点太过 不要聪明反被聪明悟 或者太过去保护自己 有的时候你会把一些你的桃花给踢出去了 所以你知道在爱情里面太过理智的话 就很难去陷入一段爱情里面 所以在未来翘十天呢 你会陷入那种爱情的漩涡是比较困难一点的 所以除非你要再多投入一点那种感情的水项的那种能量进去的话 也许是OK的 也许可以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 这张是你可能会碰到的一个对象 那么对方是一个非常精明 非常有智慧 可能还蛮有风趣幽默的人 但是他的风趣幽默是那种比较老陈一点点 不像保健适者那种就是比较幼稚型的风趣幽默 他就讲一些东西啊 就哈哈哈哈自己觉得很好笑 有的时候会这样 那保健国王的话至少他会他会三思而后说OK 那但是他是我觉得幽默倒是也是一定有的 因为风向星座 但他会比较内敛一点 那所以有机会啦 要不然就是你会碰到这样子的对象 不然就是你自己是一个保健国王 那么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你自己是比较保健国王的能量的话 你就是有可能会把很多东西隔绝在外 然后会想一直观察人家 一直观察人家 然后又不给人家那种 那种承诺啊 因为你就觉得就是那种我们再看看吧 再说啦再想想啊这种OK 好那如果是暧昧的话 其实也是类似哦 不管你或你是你的对象 都是还不太愿意去做一个commandment的 但是因为是国王啦 所以还是是比较稳定成熟稳重的 所以不愿意给承诺的 不是因为说还想要去玩啦 还想要干嘛啦 只是就是可能经历了很多的不同的经验 或什么的 所以就不敢很断然很盲目的去 就就就就做一个决定 所以一定是会想很多 想很久OK 才愿意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所以暧昧的话呢 有没有机会会往下一个阶段走 maybe 但是我觉得还会 还是会有那种再看看再说说 但我觉得你们的沟通方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是非常的成熟稳重的 OK 而且会非常的清晰的告诉对方 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而且自己也非常的明白 或者是对方也非常明白 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是玩玩吗 我觉得倒是还好 OK 倒是还好 不太是那种玩玩的感情 只是就是还不敢断然去说 好了我们就就交往吧 好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正在 已经是稳定交往的 其实也是跟暧昧类似啊 但是你们已经就是已经经过观察期了嘛 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是还蛮稳定的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你们是有问题的那种的话呢 在经过一段判 一番判断以后呢 也会有那种毅然决然就断开断掉的 因为这样子对彼此都好 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 但是如果你们是好好的的话呢 你们就是非常的懂得给对方 给彼此很多很多的自由 然后呢 沟通方面也会非常成熟稳重 不会有什么想要隐瞒对方啦 什么的 就是那种会开诚 比较开诚不公的那一种 OK 所以我觉得沟通也都不会 但我们刚才讲了嘛 宝剑是双刃剪 双刃刀啊 所以他可以保护你 也可以那个 所以在沟通上面的话 也许有的时候也会 因为你觉得你讲话是OK 但是可能在对方听起来就觉得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这样 即使再成熟稳重了也会 也还是会有这样 因为在听口气啦 听其他的东西啊 所以也许也会有吵架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嘛 还是你们是属于比较成熟稳重的那种关系 所以应该也是会把它好好的去做一个解决 不是属于那种会冷战的那一种 好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哦 分手断联呢 分手断联有没有机会 复合我觉得复合的几率比较小 但是也许会有恢复联络的机会比较大一些哦 的原因是因为保健牌 保健是除了代表思想思考 它也代表沟通嘛 那又是一个保健国王 所以是会比较偏向于成熟稳重的沟通 所以你们的沟通也许就是说那我们是当朋友 或者是说可不可以不要再联络了 这些都算沟通 我就是对方或者是你 真的就是enough 但是你说会不会复合的话 我觉得这张牌不是一张是那种复合的牌哦 所以复合的几率是比较小 但是复联的机会是有的 OK 好 这个就是给未来七到十天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呢 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二号牌组 那么牌是这一张Ocean 又是一个水的牌哦 不过这个跟一号牌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这个是海边哦 海是你知道深沉无比的 OK 所以是很难预测的 很难预料的 它可以风平浪静 但是而且但是它会有涨潮跟退潮 它有变化很多端的一个这个一张牌 但这个上面哦 这一幅图其实这个女生站在一个 其实这很像是一个地球衣 但它是一坨水上面 那所以这一张牌它上面写的其实是Bravery OK 是勇敢 的确啊 是很勇敢 站在水上面 不小心就沉了 所以未来翘十天 你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勇敢 勇敢去面对很多东西 即使知道也有可能会到全军覆没啦 会沉下去水底啊 但是呢 还是要 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勇气 挤好 然后去勇敢的去 不管是要做一个决定啦 或者是踏出一步啦 OK 当然为这个很多东西是未知的 就像这个Oceans 海哦 是我们刚刚说的嘛 很多的这种深沉啦 而且它还会涨潮退潮啦 但是 不管 不管你的环境是怎么样子 OK 不管任何的其他东西 这些东西是你不可控制的 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 你唯一可以控制的是什么 你自己 所以呢 勇敢去踏出那一步 在未来七到十天 不管你现在 你们对应看看 你们有什么样子的事情 是需要你去勇敢的踏出那一步 而且呢 你知道这个在 就走在水面 让我感想起那种 像古代那种轻功那一种 当然 你有轻功 当然就可以 这样点点点 不就过过过案了 这样 那 即使会沉下去的话 你也做好万全的准备咯 OK 那 做好了准备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 未知的突发状况 或你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 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这就是人生嘛 那 你呢 去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然后 如果沉下去的话 就有沉下去的方式去应付嘛 Right 你可以浮起来 有浮起来的方式去应付 就把所有的这个可能性 通通都 想好了一遍以后呢 就去出发 OK这是给你的一个 主要在未来七号十天一个主题 那么未来七号十天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我必须要讲 水呢 我跟刚刚一号牌组也讲过 水呢 对我来说就是遇水测发 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一句话里面 Right 说的 就是遇水则发 所以水其实是好的东西 但是呢 水能什么 富周一能 什么 水能载周一能富周 所以就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要要看 尤其我们之前抽到的二号牌 总是一个海洋 所以它可以载着你 但它也可以淹没你 所以要小心 小心去运用这一个能量 好 那我们现在未来来看一下 未来七号十天的工作运的部分 是星星 真的不错 你看 我就说不错了吧 哇 你看你们的拍 真的赶快勇敢去踏出这一步 即使是未知 即使不知道 即使真的会沉下去 但是我告诉你们 你看 沉下去有沉下去的 你会发现说 哇沉下去有另外一番风景 也不错 OK 就我们刚刚说的 浮在上面有浮在上面的方式 沉下去有沉下去的方式 沉下去说不定你就看到Atlantis啊 Right Atlantis那个 水底的那个世界 不是Disney有做一个影片 有一个卡通就在讲Atlantis 所以你可能会发现 沉在水里面的宝藏也不一定啊 好 财运是权杖6 然后最后爱情运是宝 圣杯9 都是非常好的牌 OK 我们先讲工作运的部分 我来翘10天 是这张星星牌水瓶座 现在的星象 如果你们现在看影片的时候 刚好就是我上传影片的时候 那上传影片这段时间的话 星象 木星好像现在已经到双宇宙了 但是土星还在水瓶座 Right 所以这张牌 代表很多很多的这种 如果以星象来说的话 以我上传时间的星象来说的话 水瓶座在土象 其实水瓶座 是土星 以及天王星守护的 所以它其实也是有它传统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 我们刚才说了嘛 又是一个duality 两面的这种东西 Ocean这张牌也是一样 有两面 一体两面这种 那星星这张牌也是一样 你要知道了传统 你才能够突破传统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要有应对方式都有 你就把所有东西都想清楚一遍 所以这张星星牌 当然也有美梦成真 你知道你们这一组牌里面 出现了两张美梦成真 这张是大牌里面的美梦成真 小牌里面的美梦成真 但是差别有一点点啦 当然这个星星这张牌 还有代表只是疗愈啦 还有代表给你的指引啦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七号十天 你们在工作上面 也许会得到有一些指引 或者是有一些贵人 来给你一些想法 给你激励你一些东西 让你是那种 给你那种你以前没有想过的 的一些事情 你就会觉得 哦还有这样子的做法 或者是说你老是想要突破 突破 一直想要突破自己或什么的 结果其实也许你走 比较传统的路线也可以 所以就是要看你 现在目前是处在一个 什么样子的状态 如果你想要突破 你一直都走传统路线的话 那么现在你该突破就是你要走一个非传统的方式 但你一直都是想要跟人家 与众不同啦 想要求新求变啦 那现在 对你的一个转变 反而就是 那你要让人家摸不透 那你就走传统路线 你怎么突然变 走改变路线了 这样子 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一个你完全没有发现的一个新大路的感觉 OK 所以这张星星牌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在工作上面 但是我觉得都是好的 在工作上面 如果之前真的有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啦 或什么的话 我觉得你会去疗愈自己 你会慢慢的释怀或释放 就想说 算了啦 随便啦 就这样啦 不然勒 OK 水瓶座不要 不是说他好像不care或什么的 就是那种比较无奈的那种 就想说 就这样子吧 就不要太记仇了 OK 往前走 那 而且有信心的这种指引 所以 未来翘十天你们应该会有一些 如果不是有贵人来给你们一些指引的话 就是你们自己内心里面应该会有告诉你一个声音 告诉你应该要怎么样子去走 或者是你可以去做一些meditation啦 去做一些那种什么打坐啦 如果你做打坐冥想啦 或者 也许会有一些什么sign OK 那种 你想要做什么东西 突然就看到一个东西 就告诉你说 你应该要这样走 所以我觉得抽到这张牌 在未来翘十天你的那个工作上面 可能会有很多的sign 当你在比较迷惘 不晓得要怎么做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个指引告诉你说 这样走 那如果不是很明显的那种指引 就是你内心的指引 听你内心的声音 OK 还有这张牌 水瓶座的牌也是代表沟通 代表讲话 所以呢 要确定你的这个讲话的方式啊 还有你沟通的这种方式呢 是对方可以听得懂的 我们刚才讲的 它是既传统以及非传统于一身 所以 于一身 所以呢 这个就是 用这个方式 好像讲不通 那就换一个方式 OK 就是你自己要去做这种 不同的尝试 跟方式去 让对方不要跟你有误解 或者有误会 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要再圆润一点 圆滑一点 以和为贵 有点是这样 水瓶座是十一宫的守护 所以呢 大家都是朋友嘛 即使是敌人 也把他拢到我的这个 灰下 让他就是你知道 我就可以看到你 到底你在搞什么鬼 所以不要 树敌 是水瓶座的其中的一个 一个model OK 好 全账六 未来敲十天 你们的这个财运的部分 全账六呢 就是一个success啊 开心 OK 应该这样说 这张牌是在讲公开的 当然也是在讲成功嘛 凯旋归来 所以未来敲十天 你们的如果有去投资的话 你肯定可以看到 你们的投资标的物大涨 或者是说就是 有这个很好的收获 OK 那不管他只是在纸上面的 因为你没有实际去把它做买卖嘛 那你还是可以看到就是 哇 他成长了 他往上涨了 你的这个投资成功 OK 你很会选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投资标的物 你就觉得哇 好棒 之前可能还对自己有点怀疑 现在完全不用怀疑 你做的决定很对 在投资上面 那如果你还没有投资的话 赶快去 因为我觉得你最近的这个能量还不错 你看这三小牌 能量很不错 所以你能量不错的时候去选 就不会选到不对的不好的东西 所以可以去赶快好好的去选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去做一个投资 赶快去踏出这一步 而且又是遇水则发 真的 权杖六 另外还有呢 你是很多人关注的对象 在财运 所以可能人家会觉得 你这个投资不错 所以可能很多人会想要来询问你一下 就说那你觉得怎么样呢 好像你这个东西成功以后 你就变成一个非常这种投资达人 可能很多人会想要来询问一下你的意见啦 或什么的 所以也有这种可能性 但我觉得不要太高调 有的时候太开心的时候 那乐其身碑也是其中一个 但是只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啦 但因为我觉得你们的未来翘十天能量不错 所以我觉得还都OK OK 然后呢 会不会有这个叫什么 破财哦 我觉得破财倒是还好 OK 权杖六 就是一个成功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 你是 如果你是破财的话 你绝对是因为就是太开心了 你就觉得 我要办一个party 庆祝一下 我这个投资获利 这样子哦 所以 就是那一种 我现在脑袋里面浮现的就是那种 比如说你 你赢了一个什么东西 你可能去赌博啊 哇赢钱了 然后就会很想要给人家吃红啦 有没有见辙有份就给人家吃红 但你自己 自己要做好拿捏 就我们刚才讲了嘛 不要乐己身配 就说哇 那我们今天要去吃顿好吃的 就是有点那种犒赏自己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好 然后你去跟人家分红也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你就觉得 人家就觉得 哇跟着你真是太好了 就会把你像那种皇帝一样捧着 神一样捧着 所以我觉得你的人际关系会非常的好 但是呃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不要太挥洒你的这个赚到的获利的东西 你自己拿捏好那个状况的话 你拿一部分出来享受一下 这有什么不对呢 财运的部分 爱情的部分非常nice 非常好 但是哦 单身的唯一是 嗯 差强人意可能是比较是 单身的朋友 单身的话 因为为什么呢 全 呃 不是全长 呃 九号牌哦 都比较是属于单身的部分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的话呢 圣杯酒这张牌 其实是 你现在觉得你单身 非常的惬意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好 就是那种高开心的单身贵族 所以你并不会很想要去脱单哦 其实你会想要脱单 你也是觉得好像看到别人有有情侣还不错 就会就会想一下说哦 如果我有伴侣也不错啊 这样也很好 但是你并没有就是真的说啊 我都单身 嗯 就是你知道那一种就是呃 非常的对自己现状不满的那种状态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脱单的话 你要积极一点哦 呵呵呵 呵呵呵 OK 好那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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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要不然你就是去 多去一些可以 那种餐厅啦 或品酒的什么地方啦 party啊之类的 这个因为是圣杯嘛 就是那种不要跟吃喝玩乐有关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容易遇到对象 好 呃 或至少可以跟你一起吃喝玩乐的人 才会 才会比较是你会去考虑的一个对象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当中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现在就非常享受暧昧的状态 跟状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啦 所以会不会想要说哦 再往前走啊 或什么的 呀 你们也许会想 但是你们还蛮享受现在的状态 所以就 就觉得维持也无所谓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就大概就维持吧 但是很开心的保持暧昧状态 因为就是很幸福啊 那种感觉 OK 那正在交往的的话呢 圣杯酒也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咯 即使你们有什么小争吵啦 或不开心啦 闹别扭啦 不愉快啦 都会觉得 啊 一下就过了啦 OK啦 可能吃个什么饭啦 讲个笑话啦 就觉得好啦 OK 或那种幸福感 还是会 一只 一只都会有那种幸福感 即使是小吵嘴 也会觉得 就情理 情理是什么 情侣 打情骂俏 那样子 然后过一会儿就 可能有一个人就说 sorry 你就就是好吧 这样 那不会辣成很久的那种吵架 或者是 不开心 便流了 但是大部分来说 就是很幸福的感觉 那最后是分手锻炼的话呢 你们会不会复合呢 这个其实我的解释会跟单身的有一点点一样 我觉得你有在想啦 obviously会想说 如果你现在在听说分手锻炼这一part的话 表示你有在想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真的坐下来很理性的去想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其实这样也OK啦 也许就有点那种 maybe分手锻炼 it's meant to be 它就是该是你的逃不了的 有点那种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你并没有不满你现在的状态 OK 你并没有不满你现在的状态 那就是说 即使你现在是分手单身的 也许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有点想念对方啊 或者是说为什么对方就突然不见了之类的 为什么就断练了 为什么分手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来说你还是是OK的 所以如果对方会真的想要跟你回来的话 你也会考虑也会觉得也OK 你也会接受 或者是如果应该是说 如果你现在是对方会不会回来找你啊 权杖 不不不 一直讲权杖酒 好 我觉得如果一直讲权杖酒 就是权杖酒是一个表停滞的状态 所以权杖酒比较 会比较defensive一点 比较可能你们如果是因为某些事情 去做一个分手啊或什么的的话 现在未来敲十天会想要复合或复联的话 会比较不太那么可能 比较没有可能啦OK 会比较观望的那种状态 所以盛杯酒其实也是有类似的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锻炼的的话 会比较安于现状OK 对现在没有什么不满 对方也是一样 所以你说会不会会回来找你呢 除非你们互相约出来吃个东西啦 喝个东西啦 也许OK 是有机会的 但是如果对方不愿意跟你一起出来 喝东西吃东西的话 我觉得复合或复联的状况 就是比较渺小一点哦 OK 好 我觉得你们这张盛杯酒 即使是分手锻炼 你也蛮懂得自得其乐 就像单身的人一样 所以 对方会回来也OK 现在不回来那就算了 有点是这样子 OK 那么这个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我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想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选择的是三号的的话呢 你们选择的是这一张牌哦 叫做SELF OK 南边 Adventure 冒险 所以三号牌组 未来敲时天里面的一个主题呢 就是叫你们去冒险 你知道 如果在这个 就是星象学里面啊 有北交跟南交嘛 南交的话呢 是比较那种你的这种舒适圈 OK 那是或者是说你前世已经今生了 经历的很多事情 所以就是你的比较舒服 舒适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点哦 那你在想北边跟南边的话 南边也是比较温暖的 北边就比较寒冷一些的 所以我觉得北 这个北呢 其实就是那种比较舒适的那种状态 所以这张牌想要告诉你的 未来敲时天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 不要再待在你的舒适圈了 赶快踏出那一步 赶快去冒一个险哦 赶快 就是刚才说的 踏出你的舒适圈了 当然在舒适圈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呢 就是你知道没有挑战 然后就有点得过且过的心态了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去冒一个险 做一些你平常不敢做的事情 也许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发现 这个是你未来七到十天的一个主题哦 所以呢 我觉得可以从很小很小很小的事情 开 就开始 比如说 你每一天回家的时候 都是走从一条路 那你们今天要不要换一个方式 或者是换一条路 我说的方式 比如说你都是开车 那你要不要今天改坐公车 或者是你 走路 如果够近的话 我走一段路以后再去做公车之类的 OK 所以 就是走不一样的路线 或者是说用不一样的方式 这个回家啦 我只是把这个举一个例子 那你们也可以 自己自由发挥了 怎么样子 从很小很小的事情 就做一些你平常不太一样的事情 可以从很小的事情开始 你会发现一些 不太一样的 而且因为这个 这是我真人真事 我的朋友跟我分享的 他就说 他每天都在complain 说我都 都不单身啊 我都没有人啊 而且我每天都是 工作到六点 然后早上四点起床 然后六点就又去工作了 然后一直到晚上七八点 才可以回家 什么 就是一天就没有了 什么什么 然后他有一天 他就跟我讲说 他回家的时候 他就走了一个不同的路线 他就是 好像他坐公车 他是坐公车 然后好像他坐公车 他就决定走 一个不一样的路线回家 然后他就说 我已经住在这边住三年 我都不晓得 我家附近竟然有个很大的公园 而且那边公园 有好多人在运动跟走路啊 什么的 那我就想说 那就perfect啊 那以后就走那一块了 这样子 但他没有坚持啦 所以他就走几次以后 他就说 温哥华一下就天黑了 然后就夏 什么冬天就是 就很冷 湿冷啊 就不舒服 所以他还是又回到 他的舒适圈了 但是他那时候 真的就找到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一旦找到舒适圈 可能也要坚持啦 好不好 OK 这是其中刚才 这个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小故事啦 但你们自己 我们刚才说的自由发挥 反正总而言之 叫你们冒一点小险 OK wow look at this 工作运的部分呢 我出现了圣杯舞 然后呢 财运的部分 还不错 是这个世界牌哦 爱情运出现的是这个 Queen of Swords OK Interesting 工作运的部分 圣杯舞哦 我觉得会有一些差强人意哦 在未来桥十天 可能有一些东西 不太如你预期哦 让你有很大的失望 而且这个我觉得 原因是因为 你之前可能有很高的一些期待吧 OK 所以呢 你会觉得 没有达成 没有达标 会很很失望 但是 我觉得你并不是说 你完全没有达标 你可能只是 譬如说 你定了一个目标 说 我希望可以 可以签下六个单子 然后呢 结果你只有签下三个 就你没有达标 所以你很失望 可是你是完全的失败嘛 也不是 你还是签了三个啊 所以就是有这样子 只是呢 就是有点像 你看水杯里面 哎 这个是 A cup is half full 还是half empty 就你知道水是 一半满 还是一半 已经喝了一半了 Right 只剩一半 还是还有一半 这种 这种想概念 所以 我觉得 虽然有一些失望 但并不是完全的失败 应该这样讲 OK 所以在工作上面 就是会有一些 不太如你预期啦 或者有些事情就 嗯 有点棘手 但是你能不能处理 我觉得你绝对可以处理 但是呢 可能没有办法 像你之前 你期待的那么完美的 一个收尾啦 或者完美的一个开始啦 或者是 某一像你要的那种方式 去按部就班的做啦 或什么的 就是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 随机应变的事情 所以就是多少会有一点 就觉得 不满意 这样子 但是 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舒适圈啊 那个就是你惯性 想要做的方式跟手法 所以现在就是 不能让你按照你的惯性 跟手法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啊 就很不习惯 很不爽 很不高兴 但是 你如果换一个方式来看的话 你可能学习到了一些东西 OK 所以这个 是在工作运上面的 那么在 这个 财运的部分呢 未来翘十天 是这个world 又是 Oh my gosh 你知道world这张牌 常常有一些 就是会 输啊 或什么 就是在讲说 你看啊 这个人 就是站在一个圈圈里面嘛 就是又是一个 舒适圈的这种意思 comfort zone 当然这张牌呢 还有就是 踏出舒适圈 因为是the world 它有 它有这种 travel的意思 出去的意思 去 去 去 冒险啦 或者是去什么 旅行旅游 那所以在 未来翘十天 你们的财运的部分呢 一样 不要带在舒适圈了 你如果一直都喜欢 我觉得这个有点 我觉得甚至这个 可能收到三号牌 是没有做任何投资的 或者你投资的东西 都是非常保守型的 比如说 你就是定存而已 或者是 你就是把钱 放在银行里面 增加利息的这一种 所以你就是什么都 不太敢去做一些 比较冒险的东西 当然不是叫你把所有的钱 都拿去 这太可怕了 但是就是你在 你合理的范围 你可以接受的范围 你可以去做一些新的尝试 那 如果要建议你做投资的话 你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跟国外有关的东西 或者是说 我觉得比如说 什么船运啦 货币啊 外币 船运 空运 这种旅游 我知道这个就听起来很怪 尤其如果现在上传 影片的这段时间 因为旅游是 旅游业就没有那么OK 但是我觉得你知道 在COVID这段时间 我觉得 Transportation超级夯啊 非常 很难找到那种 至少在LLA啦 很难找到什么司机啊 去载货啊什么的 他们都忙到死 很多人都开始在家里面 买东西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种 这种 那种Transportation 非常非常的这种 吃香 所以anyways 如果你可以投资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呢 投资 我觉得你也可以投资自己 投资自己什么呢 就是要去学一些 国外的东西 这是当然是跟你的财运有关 但是我觉得你投资自己以后呢 你就可以帮助你自己增加一些很多的财运 这有点换 就是非常outside of the box thinking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我很少会这样解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 就是你可以投资自己 然后因为你投资自己以后 可以带来更多的财运 因为你就可以去更好的公司 你会知道更多的知识 关于投资的 如果你是想要去学习一些关于金融的东西 那么你就可以去知道 我应该要怎么做 就不再只是定存 或者是领银行的利息 就是那种我们一般人知道的那种投资的方式 你可能会发掘更多不同的方式 OK 那有没有机会破财 或者有没有机会 会不会破财 应该这样说 未来翘十天 出现这个world 而且它又是被这个圈圈捆住 所以我觉得你会守住你的财非常的紧 所以破财的几率很小很小很小 除非就是一般的开销 要不然的话你是 就是会很守住的 而且旁边都是fix sign 固定星座 固定星座就是你知道 我一旦决定是要这样做 我绝对不会轻易改变我的想法 跟我的心意 跟我的决定 所以如果你说 我这个月就是只能花一千块 你就只会花一千块 只会低于它 OK 或者是说 或者连低于都没有 你说我花一千块 我就是刚刚好要一千块 我就把它算得好好的 就是这样 多了也不行 少了也不行 也有可能 要不然有一些可能是说 至少是要最多一千块 所以低于它OK 所以总而言之 你不太是会去变动 你的一些想法跟那个 所以守财部分 绝对不用担心 你非常会守财 破财就是还好 除非你基本开销 OK 那么 最后我爱情运的部分呢 是这个宝剑皇后 宝剑皇后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你的爱情运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单身的的话呢 如果这张宝剑皇后代表你的话 那你未来敲十天的这个 桃花玉呢 很有可能会被你自己斩 OK 要不然就是别人会觉得 你有点难以靠近 难以接近 第一个你非常保护自己 而且又有一点点emotional OK 你可能自己没有发觉 可是别人会觉得 你好像很难捉摸你的一些性情 你好像开心的时候 很开心 凶的时候很凶 然后就是好像有点难相处的感觉 但也许 认识你就会发现 哇你就是很直爽 很大啦啦的 OK 但是就是会把一些 想要接近你的人给吓坏了 所以如果你是这个 比较保健皇后的能量的话 OK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就是那种 人家觉得你好像很难接近的 或者是你讲话很直接 人家就会 要不就觉得 哇你真直接很好 但是大部分人会觉得 不是觉得你没礼貌 就是觉得 你也讲话太伤人了 我觉得 可能跟你长期在一起 就玻璃心要碎一地了 OK 所以就会觉得 啊 有点想要 尽你远之 但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 的话呢 那有可能 你这未来七小时天 可能会遇见像这样子的人 就是 呃 你的桃花对象 比较是这一种 有点 你可能喜欢啦 或者是想要接近你的人 是一个比较 呃 看起来有点冷漠 有点 讲话很直接 会很容易刺伤对方 甚至他可能觉得 他自己很幽默啦 但虽然这是宝剑皇后 他不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幽默 他是觉得自己 是在讲一个 他是关心你 OK 所以他才要这样说 但是在你听来 你就会想说 什么鬼 我又没有跟你很熟 或者是 你干嘛这样说话 这样 嗯 所以 我觉得不是你的菜 除非你也是这样子的人 那也许你们一排即合 要不然的话 比较容易吸引 是这样子的对象 嗯 如果你觉得OK 那就OK 那就OK啦 Right 那就有可能可以脱单 但如果你觉得 哎呦 那就 你就会跑得很快 OK 嗯 但是刚刚我们讲的主题是这样子 冒个险嘛 所以也许这个真的不是你的菜 你可以试着交往看看 说不定会有一个新发现 你就会觉得 哎 跟这样子的人交往也不错 就不会很累啊 不用再猜测 他到底想什么 他马上就会告诉你了 Right 嗯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 呃 暧昧的的话呢 未来7到10天 我觉得你们的暧昧状况 应该还不错啦 就沟通还行 呃 也是可以 就是蛮能坦诚不公的 但是哦 因为毕竟还是 是这个皇后的牌 所以偶尔会有一点点 就是说 他这样 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 你的对象会想说 哎 你这样写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情感 或者是你的一些emotions 有的时候会get in the way 就是还是会 写了一些东西 然后你之后写 就哦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 嗯 那你大部分时候 还是是一个比较理性一点的 多于感性的人啦 只是有的时候 你的这个 情绪就会 小失控的话 就会不小心 用言语的方式讲出来 然后就会让人家觉得 很受伤 或者是让人家觉得 嗯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嗯 anyways 所以这个是这样 暧昧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能会 要小心啦 应该这样讲 要小心会发生一些口角 是因为表达的方式 或口气有点问题 所以呢 就会出现一些口角了 嗯 我觉得在交往的 当中的的话 也是一样 因为是这个 保健皇后 就是要小心 说话的方式跟态度 还有这个口气 会不会让对方觉得 受伤或误会 嗯 所以要小心一些 但是我觉得 因为毕竟还是是国皇后啦 所以还是会比较懂得 自己去拿一些分寸 只是偶尔有的时候 就真的是太直接 人家就 嗯 伤心 OK 嗯 有没有机会 就分手复联 分手断联的 有没有机会复合复联的 复合我觉得 这张牌不是一张复合牌 所以几率是 我觉得几乎零啦 但是复联 也许有机会 但是问题是 皇后 保健皇后这张牌 嗯 我觉得对方讲话 应该不是那种 很重听的 或者是你讲话 可能 你去跟对方联络的时候 呃 的方式 可能不是对方喜欢的方式 讲话的方式 或语气 或whatever tone掉那些 不是对方喜欢的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调整一下 看看怎么样子 说话会比较好 除非 呃 甚至这个 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些口角 也是有可能的 就 就 你说这个有没有 算不算复联 算啊 因为就 有还是有讲话 只是又 又又 讲一讲以后 又开始吵起来 有没有 嗯 所以 所以就是会比较 要小心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呃 宝剑皇后就是一个 讲话比较冲的人 然后又比较 不是那么委婉 他想要委婉 但是呢 嗯 但他又没有耐心 所以他一不小心 讲话就 就 就会 他也许没有那样子的意思 但他 他讲出来 在别人听起来就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说话 OK 嗯 这张是比较母羊座牌 所以他 就是真的 不是故意的 但是就 不小心 OK 冲动 不是母羊座 讲错了 那是 呃 宝剑 那是那权杖皇后 但这张也是啦 OK 那是讲话会比较冲一点 嗯 嗯 嗯 我想想看 还是比较天平 还是比较水平 好像比较水平吧 Anyways 就我们刚才说的啦 比较 他没有那样的意思 但别人听起来就会想说 为什么 OK 所以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反正这个只是未来翘十天的能量嘛 所以呢 嗯 大家可以就是趁未来翘十天 去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事情 也许会有不同的发现哦 OK 希望呢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好最后是选择四号的 你们选择是这一张图片哦 这张图片呢 是写fire ignition OK fire 风元素 或者是风向 嗯 你看 就很很有 很火的感觉 所以未来翘十天哦 你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on fire的一个状态哦 就是on fire是什么 就是着火了 OK 行动力大爆发 热情大爆发 能力大爆发 就是那种爆发的状态哦 然后呢 非常的积极 向上努力哦 我觉得都有这种 就是你会 好像被点燃了的那种感觉 OK 未来七到十天 ignitions 就是被点燃的意思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被点燃的话呢 被别人点燃 那你就自己把自己点燃 OK 找到一个让你会 全身热血沸腾的事情 嗯 去做 或者是去去去 去可以积极的去去 呃 往前 这样 但如果呃 如果你自己没有把那个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外面的 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会让你 就 喷发 这样 但是要小心哦 因为是火象星座 他当然也是 是是积极努力啦 向上啦 或者是这种被点燃啦 但我觉得点燃也有另外一种 比较负面的意思 就是你可能会不会 比较没有耐心呢 因为 跟你想要做的事情哦 呃 有点冲突的时候 你会不会没有耐心 你就也可能很容易生气哦 所以呢 未来七到十天 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脾气 不要太火爆了 OK 有有一些事情呢 有时候就好好讲 慢慢说 呃 虽然你很急 但是呢 还是可以耐着性子一点 但是大部分的话 这张牌就是一个被点燃了的状态啊 你就会想要一直往前冲冲冲冲冲冲 然后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热情被大点燃了爆发了 而且我觉得这张也有那种很有爱情的感觉 可能就是你知道 哇 看到有一个人就觉得 天哪你恋爱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塔罗派是怎么样 你看是不是justice 工作运的话是hermit OK 然后呢 财运的是全账七哦 然后爱情运是这张justice interesting OK 工作运这张hermit哦 未来才有十天哦 你会有点antisocial 你在工作上面哦 你会觉得不要打扰我 不要烦我 我就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有点像这个啊 火象星座的确 火象这个就是 我已经有目标了 我现在就是要往 勇往直前往这个目标去冲哦 所以旁人不要来阻止我 不要来阻挡我 阻挡我的人就有点会 刚刚说的嘛 脾气控制不住 要死 OK 那hermit这张牌呢 是一个在寻找真理 在自己一个人孤独的路上 寻找很多的真理 然后呢 去 就是有点隐秘隐蔽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在 未来翘要十天真的主题 就是去找到一个东西 会让你去 会点燃你 让你飞 激起你的这种热情的状态 那在工作上面这张牌 真的就是 你可能会觉得 我就是我把我自己的东西做好就好了 你们不要来烦我 然后我觉得你会开始在工作上面 也会思考很多很多的东西 也许是 这张公司到底适不适合我 这个工作到底适不适合我 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找一个新的方向 新的地方 新的走向等等呢 所以你会不要考虑这样的东西 而且那种 如果有公司会想说 要不要出去聚一下 或什么的话 你就会想说 我要回家 我很累 就比较不想要跟大家交流 跟讲话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需要 必须要去看客户啦 或什么的 就工作需求 必须要去跟人家 有一些交流 或什么的话 那当然你 你也不是那种 就是 这么的不懂事故 这么的不懂事故的人 你还是会去做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是希望我可以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 当然这张牌很好在工作上面是你会非常善于分析很多事情 你可以在就是即使在很吵杂的环境 你也可以非常的静心的去找出来很多的事情的问题啦 或者找到很多的这种 就非常的细心啦 应该这样说 所以很适合在未来翘10天在工作上面去分析很多的状态跟状况 然后还有你自己的状态跟状况 或者是需要去叫你去找查 找一些什么东西 有点让大家来找查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文件这边这里有一个什么错误 这个这个是不是要再改一下 就是你会放 蛮清楚这种善于分析的这种 或者是去观察很入围 就发现 这个东西这样子做好不好 是不是不OK 那当然我们就说 这个也会转换到 你会觉得 因为你会观察嘛 就是你的这个工作环境啦 或者你现在身处的这种 或应对的这些人事物啊 是不是真的很适合你 你会想要去 也许会想要走 去换一个跑道 换一条新的路 如果你真的决定 这个东西让你非常的没有冲力 没有让你很想要 继续在这间公司工作的一些动力的话 我觉得你会 你在这一个 在未来翘10天 你会开始想很多关于这样子的事情 在工作上面 好那么在这个财运的部分呢 是出现了权杖七 权杖七就是一个defense OK 去很多的obstacle 很多的挑战 当然这张牌 它也是 因为你已经权杖 前面是权杖六嘛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状态 所以当你爬到了某一个位置以后呢 当然 这种challenge 挑战也会变多了 反对爱你的人很多 反对你的人可能更多 你知道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啦 所以 在财运方面的话呢 这张牌 在未来翘10天 可能 在你的这个投资路啊 或者是你的这个财富 寻找财富的这个路途上面呢 会出现非常多障碍物 或障碍的人 阻碍你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才 哦远果然这个fire 我刚才讲了 就是挡你一折就要死 有没有 这张牌是一个权杖 我这个火象星座的牌 所以你就会真的是 我就是要这样做 你们谁也说不动 而且你已经有足够的自信 知道我这样做就是对的 所以你们这些挑战呢 它们就是 你就会勇于去接受这样子的挑战 而且呢 你就是会会会 嗯 嗯 下一张牌挑 是这个权杖八嘛 就是也是一样挑战成功的这种牌 所以这张就是别人 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 难怪我会讲这种什么 当你折死 有没有 所以财运付费呢 你真的以下定节性 你想要怎么做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可以去劝退你 你就是要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边的话也 嗯 告诉你说你应该要去投这个做那个 你可能也 你就是可能听听吧 你也会觉得我已经有一个想法 我要怎么样子去做了 我觉得我就是想要做保守路线定存方式 你那我就是要这样做 你讲这么多也没有用 right 我就是觉得这样子是最好的 嗯 或者是你想要去投房地产 就是要投房地产 你要去投保险 就保险保险 你要去投股票 就是要这样子 OK 外币whatever 你要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已经大概想了 就是别人讲再多 你已经想好了 就不太会去做一个改变 那嗯 给你的建议是可以听听看啦 参考一下 OK 参考一下 呃 我是说如果有别人讲的话 但如果对方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话 当然不用理他们了 对吧 嗯 但呃 如果但我觉得获利呀 或什么的话呢 我觉得会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动荡 或者是一些变动 嗯 因为这是这个 如果不是有些人来阻挡你的话呢 可能就是你知道大环境 会去妨碍到你现在想要去做的一些投资 所以呃 这张牌也是那种 你就是要去接受这种挑战哦 想说哎 现在是不是适合这样做的呃 的时候和时刻 你选的一些投资标的物 可能呢 会碰到一些变动 OK 嗯 或者是有一些阻碍 所以可能会造成你会暂时的一些停滞啦 所谓的停滞不是说 哦 就停住了这样 只是就是你会一直看到他不停不停的在动 所以你就会想说现在进去是对的吗 或者是我现在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所以反而你就是会一直需要去去呃 调整很多的你的做做事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你你你很固定我就是要这样做也没有用 大环境可能会逼你需要去做一些呃改变啦或者是迎接他的一些挑战这样 那呃会不会破财呢未来七到十天呢 我觉得这张牌就是你不停的就是要去呃坚守你自己的一些底线的部分 所以呢破财的可能性其实我觉得是有的啊 呃就是可能就什么东西坏了 然后你就要去呃就会就会考验你的这个底线了 你要你就询问一下说哎这个东西要收到多少钱 就说怎么也这么贵 我只是打个比方啦比如说有东西坏掉的话这个东西那你说到底要不要修了 好像去买一个也是也差不多钱 但是就变成就变成你你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每天需要用的是不是一个实用的东西 那呃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要去一只呃财运就你会有一些破财的可能性的原因就是 呃可能是一些东西呃坏掉啦或什么的 但是他会去挑他的挑战是说挑战你的底线 你可能会有一个budget说啊我大概最多这个东西坏掉了fine now ok我去修啊也没有关系 然后你可能心里面想的是说大概一两百然后他可能我讲的美金或者是whatever台币或者其他的币值也都无所谓啦翻了 你可能想的就是一两百然后他可能给你报一个假的说可能要一千 你想说为什么 呵呵呵就有点那种挑战你的底线 那么你就会就会开始要challenge对方啊为什么要这样子要要这么多钱 那那那那那你到底是修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坏掉了right就是有很多这个然后你就会有很多的考量需要去想那呃呃所以就会造成你有些停滞那你就会想说啊这么多钱那我到底要不要修right呃呃所以也许你不修你就想说那我还是去买新的或什么之类的我这只是打个比方啊呃但还是是破财了这样子呃就有一些东西会去挑战你的底线但是呃也许 如果这一个东西你觉得不是现在我需要的的话也许你就可以守住你的财也守住了你的底线这个也是有的所以呃有破财的机会但是也许你也能够守住你自己的那个最你你愿意呃呃呃你的那个最低底线right OK大概是这样好那么最后看的是这个爱情的部分哦未来七到十天呢你们的爱情部分justice这张牌非常有趣哦我觉得呃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的话呢天平呃不是天平座的守护的牌嘛而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呃呃我们刚刚一开始也讲了这个主题是fire呃所以我觉得的确是有恋爱运动在未来七到十天而且justice这张天平座的牌也就是在守护七公就是代表人机 关系关系或关系的这个部分我刚才在影片的一开始也有讲过所以呢有没有机会脱单我觉得是有的而且呢对方应该是会想要跟你以结婚为前提去交往但是哦这张justice牌还有一个意思是court代表这个官司啦或什么的所以你也要小心一下哦你这个找到的对象他现在是不是还是单身你这个要确定一下哦是不是他现在还在离婚当中 他是不是在某一个什么诉讼当中啦所以或者是你现在是不是单身呢哦你现在是单身啦没错啦但是还是你是唯单身right呃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也要确定一下呃对方是真的是单身的状态啊还是他现在他说他是在单身但其实他也许还在关系里面只是正在呃分手的状态呃的 当中啦或者正在离婚的当中啊等等哦所以呃要注意一下哦那嗯但是有机会OK有机会认识对方然后对方可能也是会比较希望是一个公平的这种互相的一个感情我觉得这张牌出现的话就是会有那种 的确是会互相吸引互相喜欢的对象因为有的时候出现一张牌是说你会你有机会脱单嘛因为有机有有机会表示有有对象出现但他不见得是你的菜啊所以你不见得会想要跟他在一起但天秤座这张牌我觉得是会是是会有互相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呃呃就不是状况啊就是你们会互相喜欢啦OK互相有attractionchemistry只是你要确定对方是不是单身咯呃呃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当中的话出现这张牌也是不错的你们的呃这个互相的部分呃就是呃的这个energy是蛮matched的你们的这个能量是这个给施与兽的这个比例呢是OK的 不会有点失衡啊呃一方好像比较喜欢另外一方啊或什么的我觉得你们是互相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去做一个衡量OK不就怕给对方造成太大的压力啦或是什么所以会会会会蛮为对方去做考虑的OK即使是在暧昧当中也是这个样子那在交往当中的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你们呢呃的确是有一个我这个也要分两个部分讲 我觉得关系很好的OK那么呃你们现在就是有机会可能呃结婚啦或者是对方想要跟你求婚啦你们想要进入一个婚姻关系啦合作合伙的关系要去签了那一张纸哦所以就非常开心这是一个非常互相体谅互相喜欢互相呃这种很平衡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有另外一组哦是这个 抽到这个justice的话也有可能是有这个官司的意思哦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想要离婚呃你们想要分开那这个的话就是可能会进到一些司法的程序里面就你们可能是结婚的状态啊所以就是想要呃走进司法去让你们呃可以成功的离开对方分开然后但是要用公平公正的方式也就是说我呃如果是 比如说夫妻的话那善养费啦什么所有东西都要谈得很妥当然后会让双方都觉得fineOK我可以接受公平的状态OK所以不是那种会撕也不算那种即使撕破脸也还是是说我要得到我最大的利益互相会去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啦这样说OK好那呃最后如果是分手锻炼的的话呢你们有没有机会可以 复合复连哦呃同样是一张风向星座的牌哦复连的机会我觉得是有的但是哦这张牌还有一个justice还有一张一还有一个意思是karmaOK会有这种呃因为是这种呃报应不爽的这种状态哦所以呢也要看哦之前的这个你们的相处模式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哦如果是有一方对不起另外一方的话呢那当然呃 呃呃不适合应该是这样说如果是对方对你不好而但是你还是啊我好想要跟他在一起但明明对方就不是一个适合你的对你好的的人的话呢那么也就是出现justice这张牌也就是宇宙跟上天会希望你们不要在一起所以并不会制造这种让你们可以复合复连的呃机会OK 但是如果你们并不是呃如果你是那个对不起对方的那方然后你现在很想要跟对方可以呃说sorry啦道歉啦或什么的话那么未来七到十天我觉得的确会有一个复连的机会啦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会有让你可以去道歉然后或者是对方也是也会接受你的道歉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机会OK出现呃复合的可能性 嗯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就我们刚才讲了嘛公平公正这件事情所以要看你们之前的相处的模式跟状态跟状况如果你们真的是相处不是很深的那种的话这张牌也不是那种好像就会复合复连复合复合的那种牌那如果你们真的牵扯比较深一些的话啦那呃复连我们刚才说是会有的嘛 复合也许OK也许会有那么这个就是给四号牌组的一个解牌哦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还有我的影片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谢谢我们的观赏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哦拜拜